您对空中大学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否还以为空中大学是提供给长辈就读的简单课程? 那就错了哦! 其实高雄市立空中大学近年来设计许多活泼多样的课程 不论是国内外都深受好评 过去民众对空中大学都有许多迷思 认为空中大学的学生都是长辈居多 但其实他们创办了许多多元且专业的课程 吸引不少年轻人 而校长刘家如表示 过去空大针对特定民众所开设的许多专班 也都得到许多好评 他是高雄市办的一个大学 那他当然扮演了这个城市大学的一个角色 他能够把城市的特色做很好的一个宣传 跟很好的一个跟学术之间很好的引导 所以我们对基层师非常重视 例如说我们跟交通局一起办的这个基层车司机的培训 选定的课程呢包括他们的健康的管理员 长期坐在车上 还有他们赚到钱之后的理财 是不是能够有效应用他的钱财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常常遇到外国的观光课啦 以前啦那些之后也是会遇到 那他们怎么样用他们流利的一些简单的外文 或者日文或英文可以跟外国人交谈这样 专班的课程透过精心的设计更加的贴近在地民众 也让学生们学到创新又实用的新知识 除了与在地民众的互动之外 空大更在越南与泰国开设专班 让线上学习的服务可以拓展到国外 我们的除了台湾之外呢 我们东南亚的境外班发展得非常好 我们的越南班 我们的泰国班 那他们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 他们都是台商的企业组来上的 他们真正要的是学到真正新的东西 把他这个新的想法用在他的企业上 然后可以让他员工一起提升 让他企业可以例如说从传产 走到更创新产业的部分 经过时间的累积与努力 空大办学也有许多家机 校长刘家卢表示 因应高龄化的社会来临 未来更要加开长照相关课程 让多元学习能够与时俱进 推长照的用意就是因为我们高龄化社会的关系 那高空大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 那我们就想要推这个长期健康经营管理学习 学习里面知道自己怎么做自我健康管理 不需要人家照护之前 对不对 就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健康管理的部分 它应该是一个学问 然后那个学问怎么样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有的照护都应该在照护机构或者医院执行 他在之前就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我们的长照的医疗的机构的负担也会减少 透过校长新颖活泼的带领方式 空中大学不管在地方或是国际 都扮演了一个新创教育的角色 未来更希望透过多方的合作 让国内外的民众能够到空中大学 精进自我创造多元学习 记者李嘉龙 潘文玉 高雄报道